炮火在天空划出一条白线 以色列北部炮声隆隆 黎巴嫩真主党朝以色列北部狂射至少160枚火箭 各城镇警报声大响 以军立刻启动铁穹系统拦截 真主党杠上以色列 是为了报复前一天以色列攻击黎巴嫩南部朱雅村 杀害一名真主党指挥官与三名战士 黎巴嫩总理也在加萨紧急援助会议上重炮抛击 以军周末在加萨中部的营救人士行动 也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看在联合国眼里恐怕已经犯下了战争罪 另外约旦与埃及12号出面 呼吁以色列必须遵守联合国安理会 每一版加萨停火协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中东各地奔走 中东能不能停火 得看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是否愿为和平点头 进行为姚慧文